今天是第十一屆立法委員開議之前的一天 对于过去三年 在开议当日就由行政院到立法院来做专案报告 这是一个在立法院的一个惯例 过去三年有十次的专案报告在立法院来展开 对于比较急迫性民众需要立即了解的相关的事实 能够在立法院能够公开透明的还原 这是所有民众共同的期待 而在今天的朝野协商当中 对于2月20号明天正式开议日 是不是能够由行政院长陈建仁来做八年的实案总报告 让国人能够清楚了解西布特罗事件是不是单一事件 以及过去包括美国莱猪等等进到台湾 还有未来何时是不是会再次的扣关 这关心到这块土地上两千三百万人共同的议题 也就是民以食为天 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孩子们 在这块土地上平安健康的成长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议题 但是在今天的协商过程当中 台湾民众党所提出的希望加开议会 对民进党来说 对于立法院在2月20号开议之后 紧接的要到3月4号才是委员会正式的开议 中间的这段过程 有没有这样一个急迫性要到立法院加开议会 来做食安报告的讨论 亦或是施政的种咨询 刚刚有做相当多元以及激烈的讨论 在中国国民党的立场 是完全以两千三百万人 民生健康为主要的依规 我们希望在2月20号的开议当天 能够秉持过去的惯例 三年有十次的专案报告 能够在立法院来举行 让人民能够有知的权利 而且公开透明 但是今天民众党所要求 要加开议会的情况之下 如果没有加开 他们就退席 造成今天的协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完成 我们会持续的秉持最大的善意 以民众的健康为首要的依规 希望今天在下班前 我们有良善的沟通 能够让所有各党 能够达成一致的共识 在24号的开议 能够请行政院到立法院 来做人民健康的 十安八年的总检讨的报告 能够在明天这次的举行 接着下来23号的院会 就来施政总报告 以及相关的巡答 就我们时辰来看 这是一个看守的内阁 但是对八年的回顾 是非常的清楚 应该要立即性的 来让人民了解 我们的孩子每一天 在这块土地上 所食用的食物是否安全 让大家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彻底的了解 能够有所依规 那是不是在看守内阁之后 520赖清德总统就职了以后 会不会任命新的隔魁 再有一次 所有政党再重新的 施政总之群来加开运会 我想从2月20号的开议日开始 各政党都有充分表达 对政府监督的机会 是不是要在集在这个当口 以2月20号开议 没有办法立刻来进行 是个总之群 就要把食安把它拒绝掉 安全就要拒绝掉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急迫性 事实上如果2月20号当天 依网例惯例来做一个专案报告之后 23号市政总之群 一直到4月份 所有的政党都能够有一个完整的 透明的公开的监督 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党 少掉咨询的机会 520之后 如果新政府有一个新的隔魁 又会有再一轮 重新的施政总报告 以及施政总咨询 我们看到整体食安对台湾民众健康的 这么大的强大的一个重要性 但是在今天的朝委协商中很遗憾的 因为台湾民众党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协商的结果 可能因此把人民食安最迫切重要的议题 要延宕压后一个月以后 因为要经过一个月的朝野协商的冷冻期 食安报告真的这么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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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一次的呼吁 朝野必须把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 能够放下来 好好的把人民的食安的健康 把它正式的透明的 来够让大家立刻的能够来了解清楚 所有的施政的监督 所有的质群在520之前 都能够很完整的呈现 甚至520之后 有再一次的来持续的监督 我们希望朝野一开始 必须大家很务实的来面对 我们希望今天在下班前 我们会持续来进行良善的沟通 希望能够三党都能够 把所有的共识能够来达成 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我们再加把劲 希望大家朝野和谐 刚过完年 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健康 一起来加油 好吧 谢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地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黑键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